《龙之信条2》是难得的RPG大作 但是不要跟风购买 大家好,我是Tony兔兔机 在看了官方的宣传片 实际演示以及最近的偷跑视频之后 对这款游戏的了解总感觉还差点什么 为了准备这期的前段视频 我还特意跑去玩了《龙之信条1代》 玩过之后发现 《龙之信条2》目前官方给出的 《龙之信条2》和《一代》极其相似 在玩了之后 对《龙之信条2》的游戏类型 还有核心玩法有了更多的了解 也是在玩过之后 对《龙之信条2》从最初的关注 转为了饥渴状态 但是这期我会尽量克制出我内心的躁动 从游戏的类型 核心玩法 难度 优缺点 等几个方面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龙之信条》这个系列的游戏 到底是一款什么样的游戏 它能给你带来什么 《龙之信条》它像什么游戏 前几天在直播的时候 一位观众问我 这款游戏像魂吗 它像这个3D版的刷着游戏吗 那它像什么 我很难用它像什么来回答你 在我游玩的这个游戏历史中 也几乎没有玩过一款和它相似的游戏 但是在游玩之后 它带给我的感觉 却很像一款游戏 那就是《博德之门3》 这就像是你去跟一个姑娘约会 它长得不像你脑海中的任何一个人 但是你跟它相处 这个感觉 却让你印象深刻 游戏是什么类型 游戏类型官方打的这个标签是ARPG 动作角色扮演 但是我觉得它更像是角色扮演动作游戏 在看了官方放出来的演示后 大部分路人玩家关注的点 都跟着动作这个标签跑了 因为官方放出的演示 大部分都是展现战斗 这也正常 因为在一个简短的影片里 其实无法体现出角色扮演 这种主观体验的东西 即使我们看一个电影 也要花上几十分钟 几小时才能感受整段故事 而角色扮演的曾经体验 才是融之信条的核心内容 至少在我游玩时的感受是这样的 上一次在游戏中获得如此曾经体验的 就是波德之门3 在游戏剧情方面 它不同于战神4 最后生欢者 这类线性剧情叙事的游戏 这类游戏你是作为一个观众 操作角色 看奎爷还有艾莉的故事 而融之信条和波德之门 是在经历自己的故事 尤其是自己捏了角色之后 这种曾经体验更会加强 游戏中的角色出演 还有这个场景 都会加深我的曾经感 尤其是在游戏场这个部分 我们后面还会提到 在游戏动作方面 龙之信条也不同于 鬼气 战神 还有魂类等3D游戏 这一类游戏 更像是你在拳台上打类 面对对手 你要抬起双臂 提防对手的出招 在看穿对手的攻击套路之后 寻找他的破绽 出拳将对手寄到 鬼气 战神 魂 这些游戏更强调的是过招 也就是格斗 而龙之信条给我的感觉 更像是在打群架 场地可能就是小时候 学校后边的那个小乌生 不管对面是一帮怪物 还是一个boss 我们这边有四个同学 你要做的就是趁乱 溜到怪物身后 给他一砖头 给他拍到 寻找对手的弱点 控制他 让他倒地 你就能在战斗中 占据很大的优势 龙之信条更强调的是 战斗策略 还有寻找弱点 游戏的画面风格 在官方演示放出之后 对这款游戏不了解的玩家 首先关注的就是这个话题 游戏看起来好糊 游戏帧数怎么这么低 没有错 游戏的画面是打动玩家的第一要素 就跟我们对喜欢的人一见钟情一样 当你走进健身房 左手边看到一个姑娘 脸蛋长得很精致 但是身材平平 而右手边一个长相一般 胸肌囤肌练得都不错的小伙子 像你看来 那你更喜欢哪一款 龙之信条的游戏背景 是欧洲中世纪 我脑海里边能减数到 风格贴近的影视作品 就是冰与火之歌 游戏中的角色 建筑场景 都尽量体现出那个年代的感觉 也正因为这样 游戏中色彩的运用很克制 如果说你日后旅游走进欧洲的古堡中 你会发现 其实这个实景看起来 它这个颜色不会那么的艳丽漂亮 从美术设计的角度来讲 想把画方呈现得更加亮丽 色彩丰富 其实不难 但是想还原出这种历史风格 将你带入其中 还要满足游戏的功能 如果是做这个行业的人 应该知道这个会有多难 例如一代的城堡 当我首次进入这里的时候 就被这个灰红的场景 深深的吸引 在设计上兼顾美感和实用性 把我一下子就带入了这个 欧洲中世纪的游戏世界里 根据龙子信条2的演示来看 游戏的画面在当代 绝对算不上是最好 但是对于一款想把你带入其中的游戏来讲 我觉得足够了 这就是上面引用健身法那个例子 如果颜值画面是你的刚需 那它可能不适合你 如果游戏内在的内容是你的刚需 那不妨耐下性子 走进再看一看 至于主机锁30帧那个话题 我只听说过晕3D的 如果说是晕30帧的话 那我也建议啊再考虑考虑 特色优点以及缺点 游戏大体的这个背景介绍完了 接下来我们再深入一点 聊一聊龙子信条的特色优点以及缺点 如果把这款游戏 比如说你刚认识的一个女朋友 或者是男朋友来说 她可能更像是那种长相一般 但是阅历丰富 身材很好 但是不爱习叫 不懒吃书口吐芬芳 但是她就是爱吃臭豆腐 如果其中有一样让你受不了 你会转头就跑 如果这些都还好 那你会爱他爱他无法自拔 游戏节奏 有人说受不了魔兽世界里 施法职业的读条 这个游戏呢只会读得更慢 你会充分感受到什么是银 有人受不了在地图里边 骑马来回跑 这个游戏里边呢 干脆没有马 你会充分感受到交通工具的重要性 一代一上来的这个牛车护送任务 让你重新认识牛车 这俩这 真的慢的 你踢一脚 他能往前传两步 你踢多了呢 他直接跪那不走了 游戏中的任务呢 战斗都是慢节奏的 一个护送牛车做20分钟 找一个满城跑的NPC20分钟 一场战斗死几 有可能更长的时间 对于身陷其中的玩家来说 你会忘记时间的流失 但是对于新级的玩家来讲 那绝对是一种折磨 游戏的存档和交互界面 在玩过了可以随时存档 还有读档的游戏之后 你绝对会非常不适应 笼子信条的存档机制 当我在游戏中做一个 要钱的任务 然后没忍住 打了这个NPC之后呢 我就被抓进了监狱 我不能读取存档 让时光倒流 我只能乖乖交出5000金币 或者选择越狱 当我在经历一场段战斗后 不小心死亡 也只能从最开始的存档点 攻心再来 和钱座一样 龙子信条2 也是只有一个存档槽位 所以在这个系列的游戏中 游戏的存档机制 向极了远古时代的游戏 你只有一次机会 在做任何选择之前都要想好 在面临危险之前呢 也要准备充分 提前存档 如果说游戏节奏慢 还有这个存档机制呢 是这款游戏的特色 那这款游戏的这个UI设计 绝对是灾难 尤其在看了二代 还沿用这套菜单界面之后 我的心情真的是无比沉重啊 就像是每晚都要和 这个身材火辣的女友锻炼身体 但是他就是不爱洗脚 哦对了 那上一次遇到类似的 这种近代游戏呢 就是星空 那反人类的这个UI交互逻辑 我真的是希望龙子信条2 真的不要再用那套老旧的UI设计 随虫怪物大世界 游戏中呢 玩家除了操纵主角外 还能携带三个随虫 在龙子信条2中 官方提到了随虫会有学习能力 在战斗中掌握怪物的弱点 这些呢 其实都是一代早就有的 我真正关心的 其实是他提到的那套新的AI系统 如果利用现代的这个AI技术呢 能让随虫的这个AI 真的可以模拟出一个有生气的角色 这无疑会让游戏的曾经体验再加分 但是对于以往都玩单人 这个RPG游戏的玩家来说 突然携带三个随虫会很不习惯 没错 我说的就是我自己 带着三个随虫冒险 会遇到各式各样的战斗 而在各式各样的战斗中呢 你会遇到各式各样的怪物吗 并不会 在一代中打来打去呢 就是那几种怪 吸人 骷髅兵 独眼巨人 还有这个石鹹 而这些玩意儿呢 又将吸数在二代中登场 并且根据目前官方放出的 所有视频演示 以及官网上这个怪物图片来看 好像又是这么点玩意儿 那对比一些怪物种类繁多的游戏呢 这个部分无疑是龙子信条2的缺点 比前座地图大四倍 然后呢还是没有马 如果说爱尔登法环2的制作人告诉你 我们的那个续座比前座地图大四倍 你的这个心情呢 可能会无比兴奋 但是龙子信条2的这个地图大四倍呢 心情多少有点复杂 没有马匹全靠腿跑 这个事放现代啊 光是听起来呢 就是有点蛋疼 但实际上呢 可能会更疼 在实际游戏中呢 我的确会被游戏中高低错落真实感十足的美景所吸引 忍不住住住观看 并且跑上一段呢 就会遇到事件或者是怪物 但是我他们也有在城里边来回跑找NPC的时候 我自认为啊 都算是玩游戏很有耐心的 那偶尔也会因为这一点感到烦躁 这就特别像是你女朋友很有料 但是他就是不爱洗脚 而且还喜欢往你嘴边放他的那个臭脚牙子 战斗体验 从游戏难度来说 前座的难度呢 我觉得和战神4 巫斯3非常相近 比魂系呢要简单很多 但是从战斗体验来说 一代做的呢不是很好 那个感觉呢就很像是 所有一切都还不错的时候 突然有人往你嘴边塞了一块臭豆腐 如果说是特别喜欢臭豆腐的朋友 你可以换位一个你不喜欢的食物 在被重型敌人击倒 或被两个远程敌人攻击 或者是被围殴的时候 那很容易呢就丢掉了性命 大硬直 倒地不起 对这个角色失去控制这个感觉呢 真是让我感觉非常的糟糕 在龙子信条2里边呢 我看到了更流畅的动作 更华丽的技能特效 不过战斗内核呢 看起来没有变 仍然可以看到爬上这个大型敌人身上攻击 以及我们自身被攻击后的这个大硬直 还有倒地不起 所以在战斗上呢 这款游戏不会像动作元素更重的战神类 还有魂类一样那么的流畅 而是在及时动作的这个基础上 有意丢丢回合制游戏的影子 龙子信条的这个战斗方式呢 和其他动作游戏有很大的不同 制定策略 配合同伴 攻击敌人弱点 尤为重要 如果你更喜欢的是那种在擂台上 和敌人打的有来有回的动作游戏 可能在初次体验龙子信条的时候 会让你感到有些难受 其实对于这款游戏呢 我还有很多想和大家分享的 从主观感受来说呢 龙子信条带给我的角色扮演的这个体验 非常的强烈 即使是对着12年前的这个游戏画面 也是如此 例如有一段这个直线剧情 我刚从公爵的城堡出来 看到公爵夫人独自在花园里 那作为证人君子的我 肯定不能让孤寂的少女独自在花园里 在和这个公爵夫人首次见面之后 就能看出公爵夫人对我也有点意思 那之后呢 她的这个女仆私下找我 说公爵夫人想在晚上和我在这个花园见面 这就让我非常的为难 因为她约的见面地点呢 是花园 而不是 距离龙子信条2发布呢 还有些日子 如果对于这款游戏感兴趣的玩家 我建议可以去试玩一下一代 看看这个后来和公爵夫人 发生了哪些不可描述的事情 主要其实是看这个系列的游戏 到底是不是你的菜 它的这个慢节奏 它的战斗体验 你到底喜不喜欢 龙子信条2的制作人呢 也是鬼器系列 还有这个龙子信条一代的制作人 我相信如果它不像某些经典大作一样 在续作上面做减法的话 龙子信条2会是一款经典的RPG大作 一款沉浸式角色扮演 包含动作战斗元素的游戏 这样的游戏你喜欢吗 OK 那以上就是龙子信条2的前瞻介绍了 如果喜欢本期 我对于这款游戏的前瞻介绍 还请多多的支持 帮忙点赞或者三连 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的游戏前瞻 评测以及攻略视频 可以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你就能第一时间看到我的新内容了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 我是托尼兔兔机 那我们下期再见 各位拜拜 拜拜 Welcome to Dragon's Dogma 2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